即将为您播出的是中国地理探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力量能在大山腹部撕开这样两条长长的口子呢 位于山东生藻庄市北部山区的雄尔山 2000年突然发现了市所罕见的两条纵横交错 相应城市的近千米长的大裂谷 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专家学者的关注 这到底是怎样的两条大裂谷呢 雄尔山 山势突兀而险峻 一手难攻 在历史年代 这里曾经发生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比如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官府 都曾对盘踞在雄尔山上的土匪进行过多次大围剿 但都是眼看着将土匪围在了山底 但是一旦攻上去 土匪却不见了踪迹 官兵一退 土匪们又现出身来袭绕官兵 那么这些土匪到底怎样顿形匿迹的呢 直到公元2000年 人们在雄尔山顶部发现了纵横交错的两条近千米长的大裂谷 才终于解开了这个数百年来的难解之谜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位置上也发现了一旧事故 公元老娘人说是当时土匪留下的 现在一开发才知道 当时是他们藏心这条裂谷里边 在雄尔山顶部的高处俯视下去 只见大裂谷四隐四线地向上延伸 再加上未开发前 这里人机罕至 树生草蜜 应该是很隐蔽的 所以才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从裂谷内向上仰望 确实让人感到一种震撼 骨口开河有致 纤细绵长 好似什么人做的外科手术一样 在大伸的腹部 斜向交错 开了两条长长的口子 而从裂谷两侧的石灰岩壁 相互吻合的形状来看 应该是从中间硬生生地开裂出来的 到底什么力量 能让很坚硬的石灰岩裂成这样呢 像这种硬裂开的这种现象多不多 在我们这个地方挺多 在全国比较罕见的 在全国特别我们在北方那种地貌非常少 游走一番后 我们大体了解到 这两条裂谷分东西南北两个走向 东西走向为主谷长600多米 南北走向为枝谷长约100多米 因为两股纵横相连 相应城市 所以被称为双龙大裂谷 裂谷被发现之初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专门组成专家团进行了考察 认为这样的裂谷地貌 中国罕见山东仅有 那么这个山东仅有的双龙大裂谷 是怎么形成的呢 又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呢 它的形成原因呢 主要是由于烟尸的软硬程度不一样 那么上部的烟尸比较硬 抗氛化能力比较强 底部的叶烟呢 比较软 容易氛化 这是这种固形山典型的地貌构造 这种地貌的特点就是底部的松软叶岩 风化较快 造成上部石灰岩的悬空 在重力作用下就被坍塌下来 在雄尔山下 我们看到有许多这样坍塌的山体 但这都是在外部 那大山内部又该怎样风化 波石和坍塌的呢 您正收看的是中国地理探奇 我们想 如果在大山内的底部 或者也发生外部那样的风化和时空 是不可能造成这样的裂谷的 因为那样只能是局部的陷落 是形成不了这种硬生生开裂现象的 我们看到裂谷里的中乳石壁有很多处 而且都是很厚很厚的 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远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乳石 经过专家同处测定 形成在300万至200万年前 我们这些大裂谷 应该经过专家测定 形成于6700万年至300万年之间 我们想 既然裂谷里有这么多年代久远的中乳石壁 说明这里原来是由一些岩洞组成的山体 果然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几处大的溶洞 由此我们猜想 造成眼前的这样的大裂谷 并不是哪一种因素造成的 而是由多种地质运动形成的结果 首先应该是山的底部 发生了大面积的风化 当底部页岩支撑不了上部的重量时 发生了大面积的下陷 而由于融洞在山体内部的虚实因素 致使它发生了眼前这种猎物现象 对 完全可能 像这么规模的大联系 这个它的形成运 主要是由于烟尸发生了长裂 形成了一种长性联系 地质上就算是一种长性联系 地贸上就是一种一线田 生的这种地贸特点 赵教授强调 这里不应该叫大裂谷 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大裂系 大裂谷是地球深层作用的 地表凹陷构造 以高角度断层为界 呈长条状的地壳下降区 是长达数百至上千公里的 大型地质构造 如著名的东非大裂谷等 而裂系则是沿地质断裂 发育的地貌形态 表现为长度较大 几十米至数千米不等 眼前的双龙大裂系 在形成后 又经受了多种地质灾害 才形成的裂系 1668年 应该是清朝的时候 碳上发生了 八点雾击的大地震撃 这个地方离碳城镇容许呢 只有一百多公里 根据这个破坏程度 这个地方离地震联度 估计也在四个联度以上 在雄尔山西侧的山崖上 有保存完好的 潭城大地震的遗迹 那么这次大地震 究竟对大裂谷造成了 多大的影响呢 我们在裂谷内 终于找到了 由于地震造成的 几处碎石现象 这就是当年典型的地震造成的 地质灾害 几亿年前 三万五万年 这七万年之间呢 已经形成了 但是呢 没有这么宽 后期收到地震的影响呢 以这个震动呢 加快了它的这个裂缝 双龙大裂谷形成了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自然景观 是经过漫长地质年代的形成 又经过不断的分化 洪水冲刷 地震 雷击 山体滑坡等 外力地质作用的结果 因而 目前的雄尔山双龙大裂谷 不仅是旅游 观光和探险的景点 它也是科学考察 地震演变 和地震监测的 理想场所